各位 我是宇珍 對 然後這個計畫太無聊了 幾句話 就是網路新聞的媒體監督 所以我們要監督網路新聞 那為什麼要監督網路新聞 其實有幾個目的 就是討論網路嘛 眾生宣話 就是 那叫什麼 那個全魔亂武 對 所以說對主管機關 偏偏有一個很嚴肅的事實 就是說網路新聞呢 其實沒有主管機關 所以他還是很亂 然後再來 有法律嗎 其實有 但是 面對規範的時候媒體的態度就是 這樣子 然後但是 我們覺得 在沒有主管機關 法律不完備的情況底下 有一個事情可以做 就是我們大家一起來監督 所以說我們想要 來跟大家討論這個計畫 那 好這個很無聊 反正就是說 沒有人監督網路的新聞媒體 然後我們的目的就是說 因為現在 我們在監督的 做新聞監督的工具 非常的成就 大概成就的程度大概是在 19世紀公益革命結束之後吧 對 然後 所以我說 這一個計畫是想讓大家 來一起來思考這個東西 所以說我們要做的東西有幾個目標 一個是 針對新聞表現 然後 新聞內容 還有 最近最熱門的假新聞這個議題 那其實 他不當當講那麼多 其實目前的話 這個計畫還缺什麼 其實這個計畫 還缺這一個計畫 也就是說這個計畫非常不完備 所以說我們想徵求幾種人 第一個 你關心整個台灣的新聞盛開的人 歡迎你來討論 然後你沒有任何技能也可以 然後第二種就是說 因為我們不懂網路社群嘛 可是網路新聞 這也是一個非常新科技的東西 所以我們 非常希望說 有一些工程師 可以跟我們一起來討論 你有沒有什麼新的想法 一起來加入我們 一起來修改這個計畫 所以意思就是說 我們下次還會再來提案 那今天 就是來徵求大家的想法 所以是 我們要徵求的就是 一個人跟你的想法 跟你的熱情 就是這樣子 謝謝大家 謝謝